大家好我是Hunbong 本部片段錄標題所見 滴舍你最近還好嗎? 是一個比較嚴肅的休閒影片 兩年前類似的時間點 我也曾經因為薑餅龍王國產線的問題 有發過相關的東西 這一次是為了遊戲近期的改本內容 與一些一樣的操作 和各位來探討一下 歡迎玩家們踴躍留言你的真實想法 本影片的留言都會給滴舍看一下 那我這邊的話就直接講幾個 我個人比較主觀想法的點 首先先從薑餅龍王國2週年開始 就是月光法師登場 當時的滴舍就更明顯的要拼一波漂亮的財報 距離月光法師到我們現在辣椒樹 也快3個月左右了 但中間的傳奇還有史詩的餅乾活動是沒有間斷的 是一直連續輸的那一種 而且最厲害的是新陳餅乾的活動檔期好像也才3個多禮拜吧 相關的禮包價格 也沒有比較便宜喔 重點 都是同一一罐滴舍的這個新的禮包一條龍的方式 並且搭配了全新的活動通行證 來配合著豐富的素材引導玩家們踴躍消費 那為何我要講說是什麼全新的活動通行證呢 我們這邊打個比方 就像比方說我現在就是這邊有的 三天龍杯的這個東西 它是辣椒樹的材料嘛 那當時新陳餅乾的 是我們的這個黑洞 那月光法師的是那個列車 就是相關的東西 都是讓就是有課通行證的玩家們會有個誘因 然後你可能就是啊我可能真的需要課的東西我才可以拿到相關的活動抽 那等到活動的時間都過了之後 他會轉換成一般的經驗星星堂的地標 所以他確實也是永久的地標 只是這樣子比較變相的 是滴色在逼課玩家一定要做這些事情 原本有課通行證的玩家 就是 好我們變相的要再課更高的通行證 那只是為了有更豐富的素材 可是滴色卻並沒有端出來就是好玩的活動 或者這些新穎的東西 那為何我們要一直消費呢對吧 那看到這邊少部分可能沒有買通行證的玩家就會說 那也是有其他的活動任務啊 你一樣可以解啊不爽不要拿對不對 可是這個角度就不太對了 那身為一個休閒的社群RPG的薑品的王國 怎麼可以從2週年開始就拚了命的就是 要綁住玩家提高玩家黏著度呢 活動獎勵的確是很豐富 但是你就是要解一些很無意義的老透露 好嗎 這些一般的每日任務目前其實看起來都還好 只是你必須要在一些特定的情況下要達成特殊的任務 甚至是要繳交一些特殊的產線 那其實這種活動累積下來 對於多數的玩家來說這也是有點疲憊的感覺 更何況 我們從月光星塵接辣椒 基本上同樣的套路同樣的活動 已經整個run了第三遍 唯一的感受就是 他只是換皮 他只是換個環境 然後我們還是在做同樣的事情 這個就是我們目前低色現在遇到的狀況 我們三天桶杯各位玩家這邊可以看一下 其實到最後面啊他就只是一樣重點的PVP 然後再搭配以前舊友的活動 那就是套一個新衣 之前其實其他影片我也都有講了 那就是真的是希望低色不要再這樣子搞了 這個多數的玩家其實大部分人都已經快要受不了了好嗎 那反而重點的話是不斷的把舊餅一些不好的地方拔一拔 魔女餅乾搓一搓 然後婆婆就很開心 然後弄出一個更高傷害的新餅乾 讓我們可能去刷工會啊或者是其他的活動啊 老實說已經沒有那種新鮮度跟期待感了 反而就是一個滿滿的老套路端給玩家們看 那反正你就是要賺財報而已嘛對不對 撇除掉那個學員的活動 馬德蓮 讚 讓我感覺到有改版的感覺喔 就是因為馬德蓮其實不錯 那些學員的那個套路 讓我覺得好像玩那種不一樣的那種少女遊戲 也可以這樣講 然後就是 多了一些可能我心的興趣喜好之類的 但是那個活動大概就一天而已 剪完就沒了 就沒有感覺了 尤其像市面上的競品遊戲很多 依照薑餅人文國的狀況 其實我個人認為啦 能夠讓玩家們有誘因一天開一次 我就覺得很棒了 甚至是比方說像什麼 噴泉啊或者是餅乾屋 可以改成上限20小時 就領一次都比你這些操作還好喔 就這種老活動啊PVP啊 就一直換來換去這樣子 那玩家們要的是 細水長流的培養餅乾 而不是你滿滿的課金抽餅的誘因 然後把所有的檔期都加快 然後讓大家一直課金 好啦大概就講到這邊吧 反正滴色啊他只要復刻1美金的超級禮包 還有就是把那個多數玩家一直在講的那個 P2色的大師雕像 復刻一下成以前那個雕像 這樣子該有多好啊 因為重點不是所有的玩家真的都在打 PVP嘛對不對 你看啊像之前的這個禮包 不對之前的這個雕像 你看這個 很可愛啊對不對 然後還有這些其他的有沒有 純陽草這些建築物 你看 都很可愛啊 這是以前 PVP的大師雕像 然後現在搞的一堆P兔色的東西 哇靠這真的不是我在噴耶 很欠噴好嗎 反正上次的東西改一改啊 就是我剛剛前面有講到的東西 那基本上大家又會繼續喊佛心滴色了 那我們也當然希望滴色賺財報開發性遊戲之餘 能夠理解一下現今的薑品人王國的玩家要的是什麼東西 那才能夠細水長流到你的旗下的新品推出 那老客戶才可以持續的買單喔 就是有更多樣的滴色的遊戲可以選擇 那本部影片歡迎各位玩家的下方有願意留言 我是瓮蹦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